在马来西亚UPM大学 他们发现到这种植物来浓缩 打在小老鼠身上 发现到它可以治疗各种各样的癌症 而且研究员也发现到这种植物 可以改善人体的抗体 帮助治疗红血球细胞的问题 甚至可以帮助治疗各种各样的 一般上所遇到的是这种慢性疾病 而且马来西亚政府也拨了20亿来研究这种植物 这种它的植物跟幽顿草相比 这种它的治病范围就比较广 马来西亚研究员他们说 这种植物可以治疗动物的癌症 但是还没有百分之百掌握着 可以治疗人体的癌症 到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UPM大学研究员 还在做各种各样的试验 来确保它可以治疗什么样的癌症和疾病 让我告诉你更详细一点关于这种植物 这是绿叶蝴蝶草 英文的学名叫Christian Repertionis 马来文叫Dawn Le Rama 绿叶蝴蝶草 它的别名是蝙蝠草 酸飞蝴蝶 飞溪草 月见罗雷草 飞机草 紫色蝴蝶草 它的蝙蝴肝 胃蝴蝴蝶 龟肺肝 胃蝶 绿叶蝴蝶草 含有生物脚 三贴类 脂肪酸 分类 肠链醇 棕鱼 碱 熊果酸 黄铜肝 肋骨醇 等等 在华人传统综艺上来说 绿叶蝴蝶草具有清热解毒 消肿 羊血的作用 在华人传统民间 一般上是纳绿叶蝴蝶草 来自肺结核 支气管炎 变套体炎 来外用自跌打骨折 在印尼和马来西亚 有的马来民间 相信蝴蝶草 它可以帮助治疗 各种各样的癌症 糖尿病 高血压 痛风 瘟疾 停血 麻疹 肺炎 胃病 便秘 气喘 偏头痛 蝴蝶草 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新鲜的 还是钢品 5克 来水煮 每天拿来服用 当水喝 却可以发挥这种治疗作用 蝴蝶草 灰 水煮 大 血 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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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